北港丁岸宮對三年前開始基盤 租密的騎打車進行外島 對丁岸宮騎到航路的輪胎 總共是45公里的路程 除了可以表達對著新明的建議 一路上也還可以興奮到增加美麗的風景 並且在民眾作回來參加 這次外島也議到寬佈為主題 所以廟峰也特別團了平安湖 看寬佈及藤西昂未來散過參加美酒 北港丁岸宮多年前 北港丁岸宮騎买的北洋也先前 後來找到回來後 廟峰為了要慶祝這件好事 就每年都去行騎梯北進行外島 到現在已經是第三年了 報名的因素已經越來越多 因為四年前 這時候騎买北洋 所以我們三年前 我們就開始騎买北洋 我們就是來騎梯北 來回到藤岸宮來進香 就是祈福活動 三年前是從這裡開始的 所以第一年第二年 今年是第三年舉辦 連數越來越多 這次騎梯北進香的外島 要到藤岸宮 路程總共有45公里 沿路不但可以來欣賞 烤和水南的風景 也會跟其他廟屋來作休息 所以廟峰也提供參加的民眾 一人一組的環保參加 我們整個活動的路程的話 大概有40 44到45公里 就好像大家騎著腳踏車 做一個馬拉松的運動這樣子 沿途有停駐在好幾個公廟 有好幾站 這些公廟也贊助我們 做一些準備一些涼水 我們這次活動也強調環保的理念 為了高雷保命的民眾 可以完成這項挑戰 店安宮也特別準備 特別的平安御所 要來送給大家 希望可以保備大家的行車安全 平安御所 那裡面 因為 以文創來講 我們 這邊很少人有做 類似這樣的 香火 形式 這是一個創新 那裡面 這個御所裡面 放著北港鎮南宮 七王爺八王爺的香火在裡面 那大家可以 繫在腳踏車上 保佑大家的平安 趁著四季 頂安宮基盤騎鐵北 進香的活動 不然讓保命的民眾 可以來運動 也祝出欣賞地方的風景 八月五日 他們就要出發 今年沒看到民眾 明年就要六八月起火 八月五日 祈福進香去 葬 記者講義 蔡峰報道